瞬间扩大 转眼就将赵幽兰包围在内 使得火海的冲击竟全部被阻挡在外 孟昊眼中寒芒一闪 冷横中金属性图腾幻化出来 在那火海中立刻融化 成为了一片金色的水滴 直奔赵幽兰而去 尽管依旧被阻挡 可在阻挡的刹那 这些金色的雨水 竟在赵幽兰的白色盾牌外 相互急速融合连接 转眼间就将赵幽兰被白色盾牌围绕的身躯 全部笼罩在内 当赵幽兰有所察觉时 已晚了一步 金色的水滴彻底将赵幽兰笼罩在内 形成了一个金色的球体 念 赵幽兰面色变化时 孟浩速度之快 瞬间穿梭火海而来 出现在了这金色的球体下 右手抬起 虚空一抓 立刻刺球猛的震动 在其内赵幽兰轰击时 孟浩低吼一声 用了全身力气 猛的将这金色的球体砸向盆地的雾气 你既然喜欢被保护在盾牌后 那么就多加一层保护好了 孟浩话语间 这金球呼啸 直奔雾气而去 这一切说来话长 可实际上只是一瞬发生 二人交手 谁也无法占据优势 可这一瞬 孟浩的心机去胜 眼看着金球已碰到了雾气 使得雾气剧烈翻滚 可就在这时 一个尖锐的声音 漠然间从这金球内传出 这声音极为惊人 在传出的刹那 立刻让四周的雾气 瞬间翻滚倒卷 甚至连下方的建筑 也都模糊地露出了一些 那金球更是寸寸碎裂 只坚持了一个呼吸的时间 就直接崩溃爆开 这尖锐之音 更是传入孟浩耳中 让孟浩脑海翁的一声 如有一把利剑 刺入他的大脑 使得孟浩蹊跷流血 脑海翁明间一片空白 这过程只持续了一瞬 就消失无影 可在这声音消失的刹那 在孟浩身体恢复过来的瞬间 赵优兰已带着强烈的杀鸡 出现在了孟浩的面前 其玉手抬起 直接按在了孟浩的身体外的无目残上 轰的一声 孟浩喷出鲜血 身体急速倒退 可还没等他退出多远 赵优兰顺移而来 这一次 他的玉手散出白色光芒 一指落下时 无目残思竟不知为何瞬间一顿 明明这一指还没落在孟浩身上 可孟浩的胸口却是刹那出现了一个血洞 一丝丝黑气在他的血肉内急速蔓延开来 孟浩心神轰鸣 他可以确定 对方的这一指没有喷到自己 但竟对自己造成了伤势 且这伤势极为诡异 那些黑丝 钻入血肉 竟在吸收升级 孟浩面色大变 他从离开南狱后 无论是墨土还是西墨 都没受过如此伤势 此刻再次喷出鲜血 无目残思急速旋转 若非此思 孟浩此刻是必死无疑 可就算是有此思 赵幽兰那诡异的神通 孟浩也无法去抵抗 他需要一个缓冲 一个自己从储物袋内取出法宝 又或者是掐绝的时间 可这个时间赵幽兰根本就不会给他 在孟浩鲜血喷出的刹那 赵幽兰身子猛的贴近 右手再次抬起 这一次依旧是没等落下 孟浩就喷出鲜血 他的左臂骨头直接碎裂 身体已然黑丝弥漫 生机大量的消失 头发已有花白 整个人死气渐生 眼看赵幽兰再次临近后 目中杀鸡强烈 要第三次抬起玉手 这一次强烈的生机危机如潮水般浮现 在这一瞬 孟浩双眼猛的露出精芒 你是赵幽兰还是妖女纸香 孟浩用此刻全部的力气猛的吼出这一句话 此话传出的一瞬 赵幽兰抬起的右手猛的一顿 借着这一顿的刹那 孟浩不顾身体伤势需要恢复 他知道这一顿的关键时机 自己最好的选择是瞬移而走 尽快疗伤 迟了会危机生命 可他没有这么选择 对于保命 孟浩有其难 有体内九丹踏割剑气 此刻虽说生死危机 可孟浩修行至今经历也不少 这一瞬尽管危机 可还不足以让孟浩拿出保命手段出来 而是用这一刹那的宝贵时间 右手在橱袋上猛的一拍 莲花剑阵默然出现 骤然旋转 岁月之力瞬间爆发 就连赵幽兰也没有预料到 自己这一顿 孟浩居然不是逃走 而是以一种不畏生死的方式 对自己展开了攻击 这让他也吃了一惊 他与孟浩之间站立相当 之前之所以可以碾压 是占据了优势 出其不意 让孟浩措手不及 此刻凤木杀鸡一闪正要出手 忽然赵幽兰面色大变 他立刻察觉到自己的寿源正在急速的流逝 面色变化中 他不得不放弃这来之不易的出手先机 身体急速后退 仅仅是这一息的丹物 就有至少三百年的寿源 在他身上刹那消失 赵幽兰面色变化 可就在他退后的一瞬 孟浩神色露出争鸣 取出丹药 一把吞下后 猛的冲去 现在该我了 孟浩话语间 莲花见震 呼啸跟随 瞬间出现在了赵幽兰的身前 右手毫不迟疑的抬起 一拳落在了赵幽兰的胸口 轰鸣中 赵幽兰只能避开了要害 可仍是喷出了鲜血 身体再次后退时 孟浩又一次追上 这一次莲花见震呼啸 一期间三百年内的寿源再次消失 使得赵幽兰面色差那苍白 身体正要后退 我帮你退 孟浩右手一拳 轰在了赵幽兰的腹部 鲜血喷出时 赵幽兰身体再次倒卷而去 此刻的他 与之前的孟浩一模一样 都是被占据了先机 失去了还手 成为了碾压 孟浩身体一闪 再次出现时 杀鸡强烈 乌目残思 瞬间散开 就要直奔赵幽兰而去 可就在这时 赵幽兰发出了一声凄厉之意 与此同时 在他的肩膀上 猛然间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 这身影很小 只有巴掌大小 如同一个小人 可以看到 是一个女子 但却不是赵幽兰 他神色焦急 出现后立刻发出了一声尖叫 在这尖叫中 孟浩脑海再次嗡鸣 喷出鲜血时 依旧没有后退 而是用全部修为 控制 乌目残思 向着赵幽兰展开绞杀 眼看着乌目残思就要临近 赵幽兰肩膀上的小人 眼中露出一抹利益 曲曲蝼蚁 鞋感动仙 这小人话语间 双眼猛的露出幽芒 瞬间在赵幽兰的身前 还有一朵妖异的红花幻化 这花朵有面孔 面孔正是孟浩 此刻这花瞬间破灭 在其破灭的刹那 孟浩心神轰鸣 仿佛灵魂在这一瞬 出现了粉碎的迹象 先又如何 危机关头 孟浩体内酒丹在他的思绪下 猛的旋转 融合脑海中获得的方法 一口酒气直接涌了上来 还没等喷出 立刻难以形容的惊天剑意 在孟浩身上 轰隆隆的爆发开来 这剑意逃天 刚一出现 瞬间就笼罩整个大陆 使得这大陆上 此刻所有修士 全部都在这一刹那 心神强烈的震动 赵幽兰肩膀上的小人 面色彻底大变 更有惊慌与无法置信 剑歇寒山的踏戈剑气 孟浩身体外酒气纵横 体内剑气急速凝聚 就在这剑气要被释放出来的刹那 突然的天空成为了灰色 大地瞬间灰雾滔滔 该死的 又是乔奴 孟浩身体一瞬静止 可这一次 却并非完全无法移动 因酒气的扩散 因体内剑气的凝聚 他的身体 有种在淤泥中之感 可缓缓移动 赵幽兰也是面色一变 他肩膀上的小人此刻消失 换来的是赵幽兰与孟浩一样 可在这世界里简单移动 他的目中有惊恐之意 与此同时 有不少身影赫然从盆地的雾气内 踏雾而来 阵阵悠悠之声回荡时 这群侨奴直奔孟浩与赵幽兰而来 从他们身边走过 向着远处走去 此地 莫非是侨奴的居所所在 孟浩看着这群侨奴 从盆地内走出 心神震动 此刻 眼看着侨奴就要离去 可就在这时忽然地走在最后一个的侨奴 那是一个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的少女 突然脚步一顿 回过头来 猛地看向孟浩与赵幽兰 神色突然不再是茫然 而是变得猙獰 一晃之下 竟扑了过来 强烈的寒冷瞬间逼近 孟浩大吃一惊 孟浩 你我联手 否则 今日都要魂飞魄散 赵幽兰急速开口 神色前所未有的惊 孟浩双眼收索 他在赵幽兰前方 看到那侨奴少女扑来的方向 正是自己这里 赵幽兰话语传出的同时 他肩膀上的小人再次幻化 这小人双手掐绝 神色带着焦急 向前一指 立刻在孟浩的前方 一朵红色的花幻化出来 这花朵上的面孔 赫然是那少女的面孔 刚一出现 立刻就崩溃碎裂 做完这些赵幽兰嘴角 一出鲜血 他肩膀上的小人 也身体晃了一下 越发模糊 似极为疲惫 与此同时 那扑来的少女 身体猛的一顿 神色露出痛苦 发出无声的凄厉惨叫 可神色却更为争鸣 一股难以形容的恐怖气息 从他身上猛的扩散开来 天地色变 四周的雾气 顿时翻滚 用你的踏克剑气 斩他 快 不能让他靠近 危机关头 孟浩双眼露出果断 将酒气喷出 体内剑气 骤然散开 化作一道酒气之剑 惊天动地 仿佛要展开虚无般 直接从这正凄厉惨叫的少女 头部穿透而过 这少女身体猛的一顿 四周翻滚的雾气 瞬间停顿下来 她身上的争鸣 也随之消失 露出了一股解脱之意 爹爹 娘亲 你们还在吗 你们在哪 为什么让我一个人在这里 很久 很久 这少女轻声开口 此刻她身上再没有了丝毫力气 反倒有了一抹孤独与无助 在她身上显露出来 南南中 她的身体渐渐消失 直至 没了踪影 在她消失的地方 有一缕绣发飘落下来 从无形成为了有形 孟昊听到了这少女的声音 沉默中内心被触动 她想到了寒山所说的 关于乔奴的故事 轻叹一声 孟昊抬手一抓 那一缕绣发飘来 被孟昊拿在了手中 远处的那些乔奴寺 没有察觉此事 越走越远 直至完全离去后 四周的灰色消失 雾海消散 但奇异的 没有风暴出现 在这天地灰色消失 一切恢复过来的瞬间 孟昊双眼一闪 右手抬起 向着身前一拳落下 几乎与孟昊同时出手的 正是赵幽兰 此女双唇微动 一道白光猛的冲出 直奔孟昊 二人的竖法在半空 刹那碰到了一起 轰鸣间 彼此后退时 赵幽兰肩膀上的小人 双手立刻掐绝 似再要施展了奇异的花朵之力 可与此同时 孟昊身上酒气瞬间再次出现 这酒气的散开 让那小人双手一顿 抬头 宁神 看向孟昊 直至此刻 孟昊才看清 这小人的样子 那是一个无法形容 其面孔的女子 绝美的容颜 哪怕是赵幽兰 都无法比较 她坐在赵幽兰的肩膀上 身体如同圆英 可又比原英灵动太多 浑身散出一股 类似于仙徒的气息 很是好闻 在她的左手上 有一道近乎透明的丝线 这丝线连接赵幽兰的身体 但看赵幽兰之前的样子 不像是没有神志 被操控成为了傀儡 孟昊一时之间 有些拿捏不住 这妖女纸香与赵幽兰之间 此刻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小弟弟 你的踏戈剑气 的确可以对我造成伤害 甚至有七成的可能 直接将我仙神斩杀 可你毕竟修为不够 我死前的反击 你不可能逃得过的 既然如此 你我何必再斗呢 此地是侨奴居所之一 里面有不少宝贝 与其你我之间分一个生死 不如共同探索此地 怎么样 纸香轻笑一声 忽然开口 声音很是清脆 可落入耳中 却可化作疑泥 孟昊目光扫过着此刻是小人的 纸香妖女 对于此女 小弟弟的称呼 觉得有些不适应 可也不得不承认 这妖女纸香所言 有些道理 此女面对侨奴时 无论没有作家 我距离 侨奴更近 为了自保 也要出手 此女以为我剑气 只有一道 可却发现 还有时 则改变了态度 孟昊目光 扫了一眼盆地雾气 此地诡异 孟昊凭着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无论是剑矢还是手段 都显得不足 若能与此女联手 也未尝不是一个选择 孟昊在思索之时 赵幽兰望着孟昊 皱起秀眉 内心却在轻声暗倒 这乡姐 此人狡猾多端呢 心狠手辣 冷酷无情 意志 偏又极为坚定 与她合作 你要谨慎才是 小乖乖大宝贝 现在 就知道心疼姐姐了